国内缺蛋危机持续延烧 鸡蛋价格每台金上涨2元 追凭去年7月批发价 每台金52元高点 不过有网友表示 他最近回彰化老家跟蛋农亲戚买蛋 一箱只要850元 换算每台金的价格只要42.5元 而且蛋农亲戚说 目前鸡蛋产量都正常 不知道为什么会缺蛋 po文一出就立刻掀起讨论 但是有其他的网友 点出了最大的关键 说问题不在缺蛋 而是缺便宜的蛋 鸡蛋缺缺缺 全台陷入一波缺蛋潮 引发明月四起 不过现在就有产地蛋农坦言 台湾根本不缺蛋 有网友分享 最近回彰化老家跟蛋农亲戚买蛋 一箱大约20斤200颗850元 换算下来每台金42.5元 平均一颗蛋不到5块钱 对比去年确实有涨 蛋农亲戚还说 饲料贵不少也没涨这么夸张 蛋产量也都正常 不知道为什么会传出缺蛋 PO文曝光引发论证 这是技术性联合涨价吗 更有人质疑 难道是中盘商在哄台价格 有人吐槽 亲戚是蛋农 很难证明全台不缺蛋 更有人点出关键 不是缺蛋 而是缺便宜的蛋 这边PO文也让其他蛋农 蛋商看了气得跳脚 农委会也解释 全台有2000多个机场 每个机场四样 情况不同 加上北北鸡桃 人口数占了全台一半 鸡蛋需求量本来就比中南不大 缺蛋能被亮晾 农委会也盘点全台整体状况 目前鸡蛋供应确实吃紧 看来这波蛋蛋危机 一时之间恐怕还止不住火 接下来我们的彰化 看不到 感谢观看